对于蔡英文政府 先拒绝嫌犯之境 却又突然大长官 说已经发函给香港 要派人过去 押解陈同佳来台 时隔不过24小时 政府地场却有如此大的改变 真是非以所思也 蔡英文政府应该对外说明 决策流程与思维逻辑 更有必要对忽视台湾与公民社会的 与香港社会的公平争议 向台湾与香港的民众道歉 所以我们必须说 蔡英文政府 怕机关算尽 泯灭人性 丧尽天亮